请问如何对治昏尘 对治昏尘 古人的方法有很多 可以做参考 要把精神打起来 但是最重要的 还是 志向 跟你的毅力 你有志向 做慎做邪 有志向 做菩萨做罗汉 有这个志向 有毅力 能够克服一切艰难 你说这个古人的时候 这个昏尘用什么方法 用悬梁刺苦 从前人一头发 把头发掉在 这个房子柱子上面 那头一低的话 这就顶下来 他用这个方法 用锥子刺苦 这是 这是不容易的事情 提高自己紧急 佛法里面通常用的是 用拜佛 用精神 不要去睡觉 不要坐着 坐着容易打瞌睡 愁 叫精神 所以念佛的发门里面 有波诸三昧 波诸三昧是90天 一期是90天 90天不睡觉 90天不能坐下 只可以站着 只可以走着 这精神啊 这个方法是什么 对质混沉 很有效了 可是你没有毅力 你坚持不了的话 做个两天就不想做了 那就不行了 所以是 志向跟毅力 是成功重要的条件 对质量